日本豆腐就是内脂豆腐是吗 就是装在塑料袋里的那种圆形的 椭圆形的那种棒状的没有吗 椭圆形棒状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然后呢妈妈 生姜 姜 姜在这儿 找到了没错 好的好的食材已准备好 食材准备好以后 你现在就把那个蟹 你拿那个刷子刷 怎么刷呀 就想办法把它冲一架就好了 好的正在冲呢 洗完以后呢 我那个 你烧开就把那个 然后就把它丢进去是吗 你要有一个架子 摆在水上面 这样才可以蒸 这个你怎么当的这个助理 谁在明明 这个拿过去呢 好 好 是这样 这是叠罗汉吗 好 好阿姨 他们现在已经把那个螃蟹给蒸上了 但是在蒸的同时 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现在就可以准备那个豆腐了 把豆腐先切两半是吧 然后挤出来 轻轻的倒在起在那个水碗里头 好 在哪里 帮你帮你 又要炸鸡蛋是吗 妈妈是不是要把蛋打成花 把它打起来 来 好嘞 别提 你怎么能把这用旧的食材放在案板上 喂喂喂 上头厅堂下头厨房这个名号 自己给自己 让不下去了 Handy 我跟你讲 我把他摆在那边就是害你了 好 妈妈两个鸡蛋打好了 豆腐也切完了 豆腐你从我那个水里清水里捞出来了是吧 还没有过清水呢 还要过清水 不是让你把豆腐挤到那个清水碗里吗 哦 清水碗里 完了以后 这一会儿以后呢 你把那个豆腐轻轻的捞出来 把它切成1.5公分左右 厚度 这样就成一个圆片一个圆片的了 1.5公分 你是金氏眼吗 没有我在进去的量1.5公分 我切完了把姜片也切上 姜片 我切姜片 我切豆腐吧 我切豆腐 我真的看到他们两个手忙找到我就好开心啊 这是什么样心态的 丽阳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他注意卫生 对 就凭你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当的呢 对 对 你怎么当天了 什么 切丝还是切什么切片是吗 豆腐本身不就是片状的吧 你就把它也切成小片 呦 这手法还可以哎 这让不均匀 丽阳你好像选了一把砍的刀吧 哈哈哈哈 这个 没有 他是选了一把长相最好看的刀 这个 砍东西了吧 哎这还得照镜子 装给花花 哎 哎 一半的时间已经过了 你馅花馅肉取出来了吗 螃蟹现在正在煮呢 阿姨 就一个锅 好吧 已经 那时间一到就给它拿出来晾一下嘛 一会儿你好取 好取嘛 力量觉得太烫了 用那个水来冲一下螃蟹 可能比较好拿起来一点 哎呦 我现在我现在要取蟹黄是吗 赶紧把蟹黄取出来 把蟹肉也取出来 就跟你平时吃螃蟹的那个 那个顺序一样了 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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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爸 你上肉了 跟吃螃蟹的 我的 为什么还在弄我 吓我一跳 我今天的心脏不好 我给你吓了两回了 蟹黄嘛 不是 你知道哪一个是蟹黄吧 咱哪是 哇 黄好少啊 我能够玩的 谢谢